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是带来第一拳 那这一期视频我给这个车配的飞虫和宠物都是白嫖的 那么旁边这辆琉璃 这个你看宠物和飞虫的话都是课金的 我的话在它旁边就显然黯然无光 但是没关系 咱们靠技术开直接启动加速 但是咱们确实加不过它飞虫不行 这里的话双车飞碟去干扰第一名 红温子放出去给了我一个隐身弹器 然后这的话通过这个隐身弹器 咱们直接是拿到零炮的位置 红温子放出去给我一个红盾 这的话红盾手术攻击 咱们这个蝶姐等一下先扔掉 你控制到鱼槽这的话这双吃 哎呀 没有双吃啊 有点失误啊 好 这里的话是被路上撞了一下 我这个手速又慢了 但是问题不大 那这里的话呢 我这个过弯不是特别好 抓地不是特别好啊 主要是陈老师没有太强的竞速基础 但竞速的话我已经开始在练了啊 这里的话呢 又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啊 但是问题不大 看一下飞蝶去干扰这个龙车 然后双吃 哎呀 它直接震到木包摊回来 这红温子打他 然后再放一个红温子 你现在去再吃到一个红温子 又一个红盾啊 这的话放着白银 目前的话我也就是领跑 看一下 说留个点解 这个点解 我现在要控制道具桃 这里的话 又一个点解 再次扔掉 控制道具桃 这里前面看到吃到一个香蕉皮 咱们这个红盾先留一留 飞蝶干扰我啊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个红盾手术的攻击 看一下前面的话 又是双吃 白盾手术攻击 白云放下干扰后面的世界 这里的话 放出香蕉皮 这里被打了 拿到一个自爆毒性水炸弹 先直接放出去 看一下后面的人 你敢不敢过来 过的话就直接炸死你啊 看一下放出白云 这里的话有个普通老人打我 但是很可惜啊 没有给我道具 这里的话 咱们隐身大气往前冲目前的话 我的领先还是比较多的 放出白云干扰后面的视野 护盾手术攻击 这的话 双吃两个护盾手术 哎呀 一个水炸弹突如其来的 这里的话 乔老师直接被打人打了下来 前面要注意啊 这个咱们这个龙车 它有可能有震荡波 所以说要特别小心啊 看一下 所以稍微离他远点 这里的话 吃到一个红文字 红文字放出去 然后拿到一个隐身大气 然后看一下前面最后的绝拙了 看一下咱们隐身大气往前冲这里 给我的两个白云 运气非常不好 放出这一皮 放出白云 这里再双吃两个护盾 护盾手术 哎呦 是个水炸弹 这里的话 护盾赶紧赶紧再用点 然后直接放出独一决赛 然后这里 红盾架子对面 红盾 留给红盾架子 带出白个隐身大气 反抄四季 帅 看到没有 啊 他虽然说 对吧 宠物 飞宠都是克金 他这个飞宠呢 这肯定比我好啊 最后肯定肯定搞不过他 但是我有双加速啊 想不到吧啊 咱们这一把的话呢 最后的话其实运气也不错 整场的红文字是非常的多啊 全场第一家MVP非常的棒 这一把 好的 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